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两天英国媒体和澳洲媒体爆料出一个惊人的新闻 有一名中国异议人士在今年9月份 就将一份包含有195万中共党员的信息的一个资料库 就传到了境外 根据这份被泄露的中共党员 就是中共在海外的党员的这个材料 现在中共在海外的党员分别在79000多个机构中都有中共党员 在很多西方著名的机构 比如说在英国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职员当中 就有600多名中共党员 在欧美的制造业公司 你像欧洲的空中客车 美国的波音公司都雇用了数百名的中共党员 美国的制药巨头 比如像最近开发新冠疫苗的著名的辉瑞公司 他们也雇用了100多名党员 也就是说中共党员已经渗透到了欧美 澳洲这些跨国银行高端制造业学术机构 这些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条新闻是让西方人感到很震惊 但于中国人来说 其实没有特别对此感到震惊 不久前 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狄东升 他就自我曝光了北京对外渗透的情况 狄东升说 为什么以前1992年到2016年之间 中美之间各种问题都能搞得定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咱们上面有人 我们在美国的权势核心圈都有我们的老朋友 说的白了点 其实就是过去30年过去40年 我们在美国利用它权势核心圈 中国人对李东升说的这些话其实并不会感到特别的惊奇 因为中共最擅长的东西之一 按照中共的标准以言叫做统一战线 就是考统战把自己的力量潜移默化的渗透到一对的一方 这可以说是中共的拿手好戏了 当年中共和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时候 中共党员就完全渗透到国民党的核心圈子里 以至于当时候国民党部队要调动一个作战计划 国民党军队前线的司令还不知道 那边共产党已经知道了 因此熟悉中共历史的人 对北京在西方国家这个统战工作渗透到这样一个程度 一点不感到惊奇 那我们把这个话题再深入一点 就是北京在西方国家搞这个渗透搞统战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以前我们在节目中说过 北京和美国西方国家就是说 他们要针对这个 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针对北京有一个叫做和平演变的战略 那么北京针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 他们也要搞一个反向和平演变 那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也变成美国那样的民主体制的国家 那么现在北京要对美国搞反向和平演变 那他的目的是不是要把美国也变成中国这样的独裁体制的国家呢 或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看法 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北京对美国搞反向和平演变的目的 绝对不是想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独裁体制的国家 相反 北京是希望美国继续保留他的民主制度 他也希望西方这些西欧国家也保留他的民主制度 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是独裁制度 这样北京才能称霸世界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独裁国家他不怕民主体制的国家 他最怕的就是同样独裁体制的国家 因为独裁嘛就是要独霸权力 他不仅是要在国内独霸权力 进一步他要在全世界也要独霸权力 所以如果是两个独裁国家相遇的话 那就是说就要争夺谁要独霸世界 那肯定两个国家这样独裁国家 一要是遇到这样争夺谁来独霸世界 必然就有一场非常残酷的你死我活的一场战争 我们看当年纳粹德国苏联 这两个就是独裁国家 他们两个人遇到一起 那就是一场非常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战争 可是当年纳粹德国和法国打的时候 法国很快就投降了 因为法国它是个民主国家 它经不起这种非常残酷的战争 对于民主国家来说 这是他们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地方 他们觉得老百姓的命是太值钱了 所以一要打仗很快 他们就对独裁国家屈服就投降了 所以我们看北京其实它不怕美国 它怕的是俄罗斯 它也不是说怕俄罗斯国家实力有多强 它怕的是俄罗斯的独裁制度 所以对于世界上的民主国家 像什么澳大利亚 什么韩国啊什么 它都不怕 北京怕北朝鲜 所以北京敢制裁澳大利亚 敢制裁韩国 从来不敢制裁北朝鲜 如果说当年美国和苏联搞冷战 如果是苏联赢的话 那现在中国可能已经开始说俄语了 不可能中国变成世界经济第二大这么一个奇迹 所以我们看一个独裁国家倒下去 最大的收益者是另外一个独裁国家 那苏联倒下去 最大的收益者当然就成了北京了 那现在北京要对美国搞统战 搞渗透 那它并不是说要把美国变成北京这样的独裁体制 而是它希望美国还是在这个民主体制下 就是美国还继续搞它的民主体制 但是美国要承认北京的独裁体制 所以说呢 其实是北京并不希望美国人放弃这个民主自由 这些普世价值观 如果说美国人真的把这些民主人权这些都放弃了 美国也变成一个独裁国家 那北京才感到真正的害怕 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个强大独裁国家的话 那它肯定不允许北京这样的同样独裁国家 变成它的第二个竞争对手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北京它对美国搞这个所谓的反向和平演变 它就是其实就是希望美国放弃 对外输出它的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 也就是说美国你们只在国内去搞 你们自己什么的民主人权之类就可以了 顶多啊你在国外宣传一下 不要去真的到国外去推行他们的民主人权 这样呢美国呢就可以允许或者默认北京搞它的独裁 我们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和一个独裁的北京 相互友好相处 这是北京最希望的 我们就是说的前面 为什么说北京它是最希望 就是全世界都是民主国家 只有它一个是中共是独裁国家 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它才能够称霸世界 北京对这个民主国家它其实都是比较有办法的 只要是民主国家它都能搞得定 但是独裁国家它一个都搞不定 我们看北京是俄罗斯它搞不定不说 就是连北朝鲜呢它也是搞不定的 那北京它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可以渗透进入美国 渗透进入欧洲澳洲 相反如果是美国想要渗透中国 那是极其困难的 因为这个独裁体制它的统治是非常的严密 外部势力想渗透进去那非常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能够渗透 为什么北京能够渗透进入美国 美国却无法渗透进入北京 同样的道理 那为什么就是说北京可以渗透进入美国 它也没有办法能够渗透进入到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它是一个独裁体制 它的统治非常严密 外部世界你要想渗透到俄罗斯里面去 也是很困难 所以其实北京也想渗透进去到俄罗斯里面 但根本就渗透不进去 不仅如此呢 北京连北朝鲜其实都渗透不进去 北战亚领导人金正恩 他是很残忍的就处死了他的姑父张成哲 为什么呢 因为张成哲他是代表了北京的势力 所以金正恩就怕北京 他要渗透进入北朝鲜 就是怕北京的势力进入北朝鲜 而张成哲他的姑父和北京的关系 非常的接近非常的好 所以他就要把张成哲给处死 来彻底掐断北京势力渗透进入北朝鲜的可能性 其实同样可以说 北朝鲜他是不怕民主的美国 他最怕的就是独裁的北京 我们说美国在世界上虽然是推行的民主 但是这些东西对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 真是也不起什么作用 所以北京也感到在美国 欧洲澳大利亚这些民主国家面前 他们就感到十分的强悍 十分的蛮横 但是到了俄罗斯北朝鲜伊朗这些人的面前 他们的态度就强硬不起来了 态度反而变得特别的友好特别的温柔 所以说如果是北京碰到民主国家 你像美国再强大 他们总有办法来搞定美国 但是如果遇到俄罗斯这样的独裁国家 虽然说俄罗斯的国家实力远不如美国强大 它的经济实力甚至还不如中国的X 但是北京对俄罗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完全是搞不定 很多人说美国衰退了 那第二位的中国就可以称霸世界了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是美国衰退的话 对于北京才是真正的噩梦 因为现在美国把就是压住了一些独裁国家 像俄罗斯啊北朝鲜啊伊朗 都是美国来压住这些独裁国家 假如说美国撒手不管了 那北京能压得住俄罗斯 压得住北朝鲜伊朗这些独裁国家吗 所以说呢 现在呢 美国把就是在像川普这样的一个强人当总统啊 在这个强人总统 他就可以把俄罗斯北朝鲜伊朗这些独裁国家都给压住 最后的受益者最大的受益者反而是北京 假如说美国是拜登这样的软弱的人当总统 他就压不住俄罗斯北朝鲜 伊朗这些独裁国家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才是北京最怕面对的一个世界格局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